心心念的梅菜扣肉 今天捣鼓了俩小时 辛苦没有白费 家人都说好吃 连梅菜都干得干干净净 梅干菜冲洗干净 反复冲洗二到三次 梅干菜提前用温水浸泡二十分钟左右 起锅烧水 五花肉冷水下锅 下入葱姜 料酒 大火煮开 贴去浮沫 大火煮五分钟 转转小火焖五分钟 捞出过凉 一勺老抽 一勺蜂蜜 搅拌均匀 下入五花肉 涂抹均匀 用牙签在皮上多戳些口 老抽可以更好地渗入 提朝下浸泡五分钟 起锅烧油 五成油温下入五花肉 提朝下 小火炸二到三分钟即可 记得带锅盖 炸成这样就差不多了 五花肉买一整块的比较好 我在超市买的 只有条状的 炸好的五花肉 浸泡在煮肉的汤里面 挤一点虎皮状 腌肉的盆里面再加入二勺蚝油 一块腐乳压脆 一勺白糖 少许胡椒粉 少许盐 一勺料酒搅拌均匀 五花肉切片 不要太薄三 四毫米左右 切好的五花肉放入调好的料汁腌制十分钟 腌制好的五花肉 皮朝下马放在碗里面 蒜朵成末 干辣椒切小段 少许油 下入葱蒜 干辣椒爆出香味 下入梅干菜 炒出姜味 加入一勺五香粉 少许盐 多余的腌料倒入 翻炒两分钟 炒好的梅干菜盖在五花肉上面 起锅烧水 上蒸锅煮开 转中小火蒸一个半小时 倒出里面的汤汁 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小心烫手 倒扣在盘子上面 倒出的汤汁 加入少许水淀粉 煮至粘稠 浇上汤汁 撒上葱花 分香的扣肉就完成了 中断